为让孩子从小建立正确的健康营养概念 全民健康基金会从2017年起推动好健康小学堂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教导小朋友认识身体 以及促进健康的知识 课程在2022年获得台湾行动永续奖 与亚太区永续行动奖双料同奖殊荣 当初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 跟一般的课程其实不太一样 我们采用很多的这个志工的专业的技术 譬如说让他们做数位化 来这边有一些实体的这个影像的一个选动 然后来传授他们有关于肝脏的健康 那因为找到肝脏的健康 其实少年人谁会觉得说 这个不会痛的器官有什么好 那所以我们从他们最基本的这个 像是脂肪肝 或者是教他们说怎么样抱抱父母 就可以知道说他们有肥胖的问题 然后让他们了解什么叫做BMI 什么叫做为长辈来量血压 就这些对于大人来讲都是很简单的知识 但是对小朋友来讲其实是有遥远的距离的 所以我们甚至会请志工的老师 还有志工的妈妈们 他们来亲自当成是他们自己的祖父母 让他们能够学习 那另外小朋友现在的环境 当然就是因为不管是线上线下 对于3C产品的这个使用是非常的频繁 所以里面我们特别安排了就是视力的保健 那让他们能够认识说 怎么样的这个阅读的习惯 跟阅读的时间 可以保护到眼睛 又可以有很好的这个线上的学习 十场好健康小学堂活动 将在台北市举办五场实体活动 新北市举办五场偏乡线上课程 活动于3月18号正式起跑 今年更首度深入新北市的偏乡国小 让偏乡学童有机会体验优质的课程 很谢谢我们的基金会 推动了好健康小学堂这样的活动 让孩子偏乡的孩子 透过线上的学习 可以学习到很多 有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 那这些知识呢 除了他自己本身可以运用以外 就像刚才科长跟局长讲的 回去可以管爸爸妈妈 提醒他们有哪些事情要好好做 那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学习 让这些孩子成为健康的小兼兵 去照顾家人 照顾他的朋友 那这个种子在心里开始萌芽 他现在只能做一己之力 可是未来 未来他可能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就是我们的Nego SDGS 其实我们的目标之一 就是要促进我们健康生活的福祉 那这个其实是符合这个目的 108克刚很强调的素羊导墙 其实我们这个小兼党所教的 其实就是素羊导墙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教育的活动 体制内里面 如果有体制外资源引进来的时候 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激烈的一个影响力 全民健康基金会执行长年小金表示 若能在孩童阶段 及时建立正确的健康营养概念 注重全方位的身心健康 将来就能减少疾病问题的产生 也期望孩童不仅关心自身的健康 还能关怀家人亲友的健康 传爱天生 健康从小家人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小兼养 小兼养